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上面拉的时候呢 尽量大力一点 就是往上面扯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背部的运动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会看到自己的背后的肉啊 非常的多 然后会显示一点点拖背的感觉 所以这些动作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背部呢 更加的挺直 更加的薄 这整体上来看到我们的体态呢 也会比较好看一点 大家加油哦 还真的是让大家加油 因为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动作就是加油 好 那继续我们的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会主要你会感觉到你的背部会被挤压 好 首先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手伸直 然后往后面拉 去挤压你的这个背部的线条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肩胛骨 好 好 我们开始我们第二个动作 伸直 夹紧 伸直 夹紧 其实这个动作有点像僵尸 大家有发觉到吗 这个动作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背部啊 的线条有被紧致到的感觉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尽量让你的背部这一边是挺直的 是向后拉 你会感觉到你的肩胛骨 你的背部是被夹紧的感觉 那就做对了 他也有点像挺胸啊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继续我们的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看起来跟刚才的动作有点相似 但是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呢 用力的去扯去旁边 它是呈现90度的你的手 手拓这一边 好 那我们开始我们第三个动作 好 把我们的手放在旁边 夹紧 往后 尽量用你们的力 这个其实呢 也是让你们去夹紧你们的肩胛骨 挺胸 背直 以90度的这个方式去夹紧你们的背部 其实做这些动作呢 大家有发觉吗 你做久了之后呢 如果你真的是有坚持去做我们的这些动作 你会发觉到你们的背部 你们的手臂 你们的肩膀 连带着的都比较坚挺一些 那你的这个健康的体态这个时候就会慢慢浮现出来了 大家加油 一分钟很快过的 好 那迎接到我们的第四个动作了 第四个动作呢 由于它是在背后的这个动作 所以为了让大家展示的比较清楚一些的话呢 我会把我的身体先背过身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动作哦 好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手扣起来 向下 拉 伸直 放松 伸直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就开始我们第四个动作了 开始 伸直 放松 伸直 放松 这个动作的话呢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你的肩膀 跟你的背部啊 是被拉扯的 然后大家尽量用一点力 也是长达一个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它很快过的 大家坚持住啊 好 大家尽量的把它往下拉 放松 拉 好 恭喜大家再一次完成了我们第三个星期的每日锻炼视频环节 好 恭喜大家再一次完成了我们第三个星期的每日锻炼视频环节 好 那刚才的这一套动作下来呢 大家如果每一天坚持做三到四组的话呢 再配合引用我们的Defit T 你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呢 一定会看到自身的体态呢 有着良好的改变 Defit T 健康减脂 塑造理想体态 好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